7月22日上影集团透露 影视表演艺术家徐才根先生 因车祸在上海武医院去世 享年89岁 徐才根将一生都投入到了自己热爱的表演事业上 入行60年来 虽一直演的都是小角色 却都以精湛的演技留给观众深刻的影响 在前不久热播的《我的前半生》中 他饰演的崔宝剑 与同样由老演员许帝饰演的薛珍珠的爱情故事 也是赚足了观众的眼泪 可这样一位热爱表演的艺术家 却在港网拍戏的途中遭遇车祸事实 实在令人难受 近年起有太多的老戏骨离开了我们 范范在这里感谢一位为像徐才根这样的老演员们 情景一生的演绎 也真心祝愿徐才根老先生一路走好 我的成长 完全是靠党的培养和老演员的帮助 拉着我 在一步一步的走 这个的确是非常难过 但是我怕他 为我难过 我就笑着跟他说 没有我贝贝姐姐 看完 sowas 这 Hero 该 doen的 就是尽力拥起来 不信用 这骑帧 其实也好好